寿风地区也是累积雨量超过了500毫米 造成了树湖吸水暴涨 全乡各村都有大小灾情传出 寿风香港珍熟仪 4号一大早也赶快冒雨看灾 立即调动清洁队前往土石流现场 来协助清运土石 受海回台风影响 花莲县寿风湘强降雨 持续24小时累积500多毫米 造成树湖吸水暴涨 全乡各村传出淹水 土石流 陆基淘空 路面摊坊 陆树青岛 农作物导福等灾情 而在空中大学寿风校区后方山边路 则发生土石流冲入民宅 碎石堆积约70公分高 寿风乡长曾熟义4号一早就前往现场进行勘灾 也立即调动清洁队前往土石流现场协助清运土石 有更大了 少年我大了 以前有这样经验过吗 我们这边有三边就是那个中央山脉 海岸山脉等等都是有一些土石流的发生 有一些我们都赶紧的来抢救住的安全 因为是这个下的好大雨 大概有快要十二个小时 让我们这个束缚锡有暴涨 然后把这个液水寒香香管有一点被油管制 所以说把这个农田都都损坏掉 希望能够提早赶快把我们这些工程的尽速抢修 由于四年来没有台风侵害 这次强降雨也让大家感受到台风的威力 尤其是寿风村、风山村、山边路周边住户 都度过了今夏的一夜 4号下午 乡长曾淑毅也当面向全县勘灾的县长徐真卫 立委赴昆其说明寿风灾情 并且感谢中央与地方全力支持灾后复建 记者金鸿易寿风箱综合报导